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那么周二的台股开高之后 在17,500点附近震荡 那么对于大盘接下来的反攻 个股的走势会越来越分歧 那么投资朋友们该如何来掌握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 Rubyra投股 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路表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那这一波帮大家掌握的 政策概念股当中的 这个车用族群涨势是持续的扩散 那么像是MCU族群 然后网通族群也都有亮眼的表现 老师接下来我们如何来观察呢 其实一家公司真的会涨 那我告诉你 它股价其实会先反应 是 一家公司它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要发生的 它的股价也会先告诉你 多多少少都会看出一些端倪 对一些端倪 那我们从这个正规的基本面 来讲这件事情好了 假设说你今天像以前过去 你说这个手机的厂商 对不对 那大力光当时在转座的时候 你仔细想想看 它掉下以后大家都会解释 是 大家都会解释说 现在手机不需要那么高级的镜头 那这个其实这个红色供应链 顺宇光学对不对 它加入新额的挑战者怎么样 那都是你股价掉下以后 你去解释的时候 你股价在涨的时候 顺宇光学也存在 那为什么它股价继续涨 你可以解释说 因为这个顺宇光学不成气候 没有办法威胁到大力光的订单 没有办法看到车尾灯 对不对 郁金光不成威胁什么之类的 你什么都可以讲 这股票涨的时候 你放什么屁都是对的 那神坛还没有下来的时候 不管你怎么讲它都是对的 一旦你股票开始下跌了 你讲什么都没有用 对 你不管怎么讲都没有用 你说这个公司出来库藏股 那本益笔只剩下当时的一半了 然后怎么讲都没有用 所以其实最终来讲 我们告诉各位 决定股价趋势还是在于市场的情绪 因为当大家集体爱一样东西的时候 大家就是爱 这个你没有办法的 因为以前台湾 我现在不讲股票 台湾曾经炒错过的东西 其实很多现在都消失了 你们知不知道 你知道我小时候兰花多贵 你们知道吗 兰花 兰花 这贵翻了 我刚好我小时候走在路上 一大堆的那种 那个还是在中永和 还不是在乡下 中永和旁边还有人在围起来 在那边种兰花 大家在那边炒兰花 真的耶 养出那个什么旁边有什么金边叶 我是不懂 反正到处都有人在炒兰花 你看现在不多了吧 对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这样子 你爱的时候 你就是跟什么样 股票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我现在就回头来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 趋势它在反映的是一个市场上的集体看法 如果股价开始转弱了 必有它的原因 那一定是来自于集体看法 如果你没有把它解释的话 只是你还不知道 其实早就有人先知道了 所以我现在再讲一次 就是说 盘市要赚到钱 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难 股价会先行做出它的表态 像这一次 我说因为疫情拉回了黄金72小时 对 强势的股票一定是拉回了之后 位置比大盘高 那你就看位置最高 那几次尻下去就好了 对不对 那至于你说这个符不符合常态 怎么会不符合呢 比方说MCU涨价 那领军的一定就新唐 还有别人吗 怕就怕说 礼拜一留一个上影线 对不对 很多人又自己以为聪明 哇这个上影线怎么样 那上影线怎么样 我最喜欢 我跟你讲 我今年就专门买一个上影线 我现在 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组 我们专门在1点到1点15分下单 下单干嘛你知道吗 我们等那个当充客 等当充客 他们把那个单的堕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接 我们就是吸他们的血 你知道吗 因为当充客就是每天很多在那边自己赔钱 我也不知道他们金三银三哪里输 我是不知道 那你整体看一下我们全台湾所有 那个当充客的户头 你一段时间的统计 很多时候当充客都是赔钱的 那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像我前一天讲的嘛 对不对 你看你礼拜一的时候 新唐拉到大概差不多7%的时候 当充客就跳进来 对 手上只有5万块的 结果他给人家买20张 买20张我心里想说你干嘛你疯了 他说等 嘎上去锁了 对不对 我就再锁 我就把它嘎掉 对 好 那还有一种人呢 是怎么样呢 打算在8% 9%的时候跳进去 锁住以后开高做隔日冲 是 那这种是有资金的哦 手上大概有一两亿哦 他喜欢跟人玩这种东西 然后你看哦 第一个你轰上去 结果你没有关上 那本来你想要去锁单 结果没有锁单 这个时候留上一线你怎么办 你只能剁掉啊 对啊 你因为你的策略就是要关上锁开高嘛 那你就只能剁掉嘛 是 那你剁掉你现在看你赔多少 对不对 你锁个不用多啦 3000万就好了 锁个1000万哦 1000万的话 你下来10%是不是刚好100万 那你上影线5%的话 你刚才都赔50万 那你3000万就150万没了啊 是 所以你上影线越长 对不对 当然我这边前提之下是对的股票 对的股票 你不要说那种什么 下跌趋势的股票 或是破底的 反弹然后留上影线 那个叫做反弹再杀啊 那个不太一样 我在讲的是对的趋势的股票啦 你现在看到像什么 投信那几支嘛 创围啦 自援啦 对不对 后来几天你也可以看一下中砂嘛 中砂不是上礼拜四还是礼拜五 一根长黑礼拜五的样子 对不对 你就不要让它过高之后 刷一刷就上去 因为今年来讲会创新的股票 都是矿高会是刷一刷上去 是 因为市场上当充客太多 当充客太多它会把那个养分消化掉嘛 所以 假设说我们举个例子 从台中到台北 想象一下股价从100到200 从台中到台北 你台中到台北会经过好几个地方嘛 你会先到苗栗再到新竹嘛 对 然后你会到那个中壢 对不对 过阳梅到中壢 然后再到桃园 然后你再到台北嘛 这个中间的过程嘛 对不对 好那你有可能怎样呢 比方说你到了这个苗栗 你到了这个新竹 新竹停下来 再绕两圈 然后砰砰砰 然后再上去 结果你又马上你又到阳梅了 对不对 然后到阳梅以后看起来又停下来 砰砰砰 两圈 你上去又到这个桃园 它停下来的时候就是你上车的时候 是 跟上影线一样 那最怕就是有的人看到上影线很紧张 高档爆量 高档爆量没怎样啊 那很好啊 那表示说 这跟上影线的价格范围之内 隔天都没有卖啊 是 那你就问我说为什么没有卖啊 因为它都斗掉了啊 它都已经赠赔 那是它的坟墓你知道吗 那是它的急救单 你知道吗 你就吸着它的血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有个小组嘛 专门就是买在那个1.1.15分 尾盘那些 我就等你那当中客杀 反正你就是喜欢自己停损 没关系 你停损我就接嘛 是 对不对 然后你看礼拜会轰上去 新闻要涨停啊 涨停啊没有 这真的啊 我就专门找那种杀下来的啊 太帅了 你就杀嘛 没关系你就杀嘛 那这个时候有一些投资人 他就是比较辛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投资人 他喜欢看量 哇这个量先价型 对不对 这句话也死不知道多少人 量先价型 这个不是这样子用的 但是大部分 至少95%的人用错了 好是 大家以为说那个大单量出来的时候 就觉得是要追 你知道吗 我想那大单都假的 假的 你知道那个大单都不是真正的好爷人啊 哦 真正的好爷人是那种 怎么说 他不是这种什么几百张几百张的店 狂杂 他不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子买着放着买着放着 那好爷人 买到他自己成本他不知道 他说你用他成本出来 他说不知道 我就买了一万张 对我就是买了 你要再问他什么 他说对不起我很忙 对我还有两块地要处理 那真的好爷人嘛 对不对 是 你说那种在市场上什么杀进杀出一个月 成交几十什么上百亿几百亿 那都不是好爷人啊 那是当充客 那命苦的好不好 那种人命很苦你知道吗 他每天就在那边充来充去 他命还不苦哦 最苦的就是他啊 对不对 然后就整天在那边 跟券商那边谈退佣 谈说你这边成本多少 我那边成本多少 他便宜有五千块 这个地方还有VIP 整天在搞这种东西 你看 我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都知道 券商好几个都在那边充量了 那个其实辛苦钱啦 我实在讲真的 而且 每天盯着那个盘面 眼睛是容易有那个什么 黄斑 有一个什么病变 你知道吗 黄斑部吗 对对对 那喊盘座当初 那个很多都差不多 45岁到50岁是浩发年龄嘛 很多都是黄斑 那我跟你们讲 吃一下那个叶黄树 听说有用啦 那我想看真的 你们不用那么辛苦 好 现在回到一般投资人身上 你有时候你们看到 那个当充客在充你们 以为他很厉害 其实没有很厉害啦 那个他们 他们去券商也不是开兵力 很多都是那个都住在附近 然后搭捷运的也有 我跟你讲 他们就是一笔钱 你们充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嘛 我手上只要300万就够了 我下个一一二单子 是 对怎么不行 我就把他嘎掉 对 充上去把他嘎掉 我三档就把他嘎掉 你你耐我合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市场上 到五六趴的时候 会看到一些IC设计 比方说创尾啊 是什么有的 我就一把一把一把 下给你看 好帅 你知道吗 帅的那个 那个营业员就下午 都跟你去吃饭 是 然后呢 就这样子啊 每天充那个量 那 这种人呢 尾盘单子都会把他嘎掉 为什么 他没办法交割嘛 他就300万而已 他在那边耍大爷 他怎么跟你 跟你外来 所以 现在来跟各位讲 我告诉投资朋友们 你们不要看到 什么带亮藏宏 觉得怎么样又怎么样 那真的是 那是过去的时代了 现在这个时代 一档热门股 它当充比 常常都到6到70% 对 那你成交10万张 你说6到70% 当中的7万张是当充掉的 你说那有什么 对不对 那很好嘛 你当充掉留个上影线 我就接嘛 是 既然你们不要 那就给我 就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趋势 看趋势 就N次突破 那么 沿着十字均线走 如果你不会看的话 就用周K棒 周K棒上个礼拜的低点 每一根周K棒的上一个 K棒的低点 没有十字走 就上礼拜低点就对了 那你这个趋势都没有改变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你刚刚说那个政策概念股 他这个都蛮多的 那现在讲一下 现在 包括像生计那几支上来 其实你看至勤美食都很强 对 对不对 换手又再上 对 所以生计你不用讲 这个一定就是有料了 那后来还有几支 那未来几支有药证跟三期的 我一直这支带你们做 那汽车的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已经涨到超跌的股票 比方说像同志 对 他这边有短线拉一根上来 那个是代表说 部分在去年叠胜的股票 其实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做指纹了 因为礼拜二的盘面当中有一个线索了 除了创新高股票继续供之外 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miniLED那三支 苦主 苦主就是负财 负财偷控跟那个惠特 另外一个三个字我就不要再提了 他实在伤了太多人的心了 我以后的节目不讲那三个字 那个六什么吗 我不讲 因为太多法人在里面 那个眼泪擦了又流流了又擦 然后 那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也满强的 你抱着不要动都没事 你喜欢去做他的价差 你就自己被自己修理 对吧 所以没什么好讲的 你自己要扛着搭财去跑操场 那很累的是你自己 那好 我们讲这个miniLED 第一档在那边稍微有时候转强 你要搭配那个同志一起看 那我认为就是说超跌的股票尝试打底 他所带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说 长假以后 还有很多新的族群 准备要开始起涨 所以我要邀请各位 我觉得现在是最佳进场点 想要在这边发机的就是现在 波电话进来跟我们联络 好的 那就请大家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参与斯坦免费的 那一账号 第二季的潜力股 我们也准备要布局了 欢迎来电咨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咯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锈钩链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许多个股经过整理 都有出现指纹的讯号 那么有一笔资金 已经转向超跌后 打底的股票了 第二季的索马股即将开始布局 邀请您一起来把握 请先加入 蔡英斯坦免费的那一账号 ID是 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 LDM ONEY168 或者是 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 66 8085 0800 66 8085 那么把握黄金48小时的买点 全新的第二季索马股 今天播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欢迎回到 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许多个股 从年后到现在 已经拉回整理了一段时间 也有出现指纹的讯号了 那么老师像这些超跌打底的个股 有哪些租群是我们可以再来留意的呢 那因为你看哦 像这个汽车绿能这种东西哦 长时间来看都是永远的主流嘛 是 那我就 比方说我讲说 像这次的契机又出来了 对不对 测试它又要分割了 它 首富不是干假的啦 有时候其实 我看到很多人在解这些盘头 都觉得很好笑 因为你在解 你又不知道首富心里在想什么 我举一个简单的道理的哦 它以前有分割过嘛 对不对 它分割过之后才当上首富的 它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对 所以你说分割好不好 你不用解 它自己心里最知道 对不对 人家就是因为当年分割了以后 又翻倍才当上首富的啊 那它现在当然想要再分割一次啊 难不成它这次分割是做空吗 你在想什么 它当然是希望继续翻倍啊 对不对 对 就每一个人都会记得你成功的模式嘛 假设说你做一档股票 或是你用某一种方法 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格日冲 格日冲那几个前辈啦 他们就忘不了什么时候呢 忘不了当时在差不多08年到13年 他们的辉煌时刻 哇你知道0809年 海啸刚结束的时候 海啸前跟海啸结束那一年 还要结束那边也可以啦 就在09年的时候 哇那个年代锁格日冲的多嗨啊 你只要掌停板你敢给它锁下去 隔天开出来都4%以上 哇 当年开4%是很高呢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当年一根掌停板才7% 你知道当年开4% 它等于是现在开半根你知道吗 对啊半根以上 你知道那些锁格日冲的 为什么这么忘不了他们的辉煌时期 就是因为在09到10那一年 锁格日冲的 全台湾赚了多少钱 每天都是几百万 几百万一直在进账的 这样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 你很简单嘛 你准备2亿的资金 对不对 锁两根涨停 你一开出来只要4% 我就是 你只要开出来 我就有差不多三四百万了嘛 是 我就每天这样开啊 一直开三十万 你想想看一个人 每天进账三百万 连续四个月 你什么概念 他们赚超级多 所以他们忘不了他们那一段嘛 是 所以你现在在交易来隔日冲 你看都在赚新的 你有时候觉得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要知道说 人家当年可是多嚣张 呼风唤雨 现都他化了 对不对 现在只是说 你隔日冲 我给你反打嘛 对不对 你敢锁我 我K个100张空单 让市场上把你敲开 你实际上看 看谁厉害 对不对 是直接在进化嘛 所以我现在大家回来 告诉各位说 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忘掉 他最成功的那一段 是 最成功的那一段 那我现在 回来讲几个族群 好 我们看到 那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低档转强这些逻辑嘛 那这边当然有mini-OED跟汽车 但是汽车这个族群 真的要讲又要细分了 因为强势的族群 他其实没有回到 因为你看这次上来很多的 像你从一拳去看 台办 对不对 是 或者是说前几天有一个大众矿 对 他们这几只 大众矿你看他 他在上个礼拜有两根涨停的记录 照理来讲会拉回 你看到这个礼拜会直接拉回 比方说像什么 升权 灵通 对不对 对 那你问我的话 我一定会找那个股性比较好的 比方说你 升权你看过去一年里面 四次过高都是创过去嘛 对 就是说你 只要有的股票是这样 他会涨他不敢过高 有的股票是他敢涨就过高 敢涨就过高 你看他过去的记录 这个孩子过去的记录 是四次敢涨 四次都敢过高 我当然是 我第一张门票先给他嘛 没错 对 如果说像以前 他门票记录就不好 每次 明明很有条件 对不对 但你就不过高 那原因很多 那可能也跟你们集团有关 他什么其他的盘算 我不知道嘛 对不对 但是我的逻辑就是这样讲 另外我们看到像 盛权 然后创为跟资源的话 接下来就是看他们 有没有再上去创这个新高了 因为新唐上去的话 其实代表说这一次的 创新高投信那几只 涨多拉回 其实都还有机会再上去 你可以从博智啦 骑红啦 或甚至于是前几天有被欺负到 像那个什么中沙 对不对 他们都是创高以后急速拉回 但是呢 整理一下又再上 所以最佳的时间点就是 在他整理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到车用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光洁嘛 这一次因为里面人比较多 所以盘氏洗的比较厉害 那洗到尾盘差不多 当然就有机会再创高 那因为农粮概念股 那台肥他们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台肥东西我就不讲了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农粮概念股当中 有一档藏在生计里面的肥料股 哇 没动到 那我告诉你 这一次拉回都是我带你们进场布局的标的 好的那么疫情拉回的买 疫情拉回的买点呢 从老师周一预告完到现在呢 就只剩下黄金24小时的时间了 那么接下来呢 老师要带您掌握的 就是全新的第二季的索马股 这一次呢务必要把握哦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Lighter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摩尔投顾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进广告咯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银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覆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二十三年来 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许多个股经过整理 都有出现指纹的讯号 那么有一笔资金 已经转向超跌后打底的股票了 第二季的索马股即将开始布局 邀请您一起来把握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不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把握黄金48小时的买点 全新的第二季索马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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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